中方不回避 也不惧怕竞争 我们反对的是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关系 反对以竞争之名 行遏制打压之实 中方愿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同美方在双多边领域开展沟通 合作 但必须指出 美方不能一边谈沟通 谈合作 一边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突破这条红线